刚才你们三组都对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 进行了你们的还原 这一组认为是一个自杀 你们这两组认为是他杀 他们这一组说不是他杀的是因为没有抵抗伤 没有搏斗伤 你们认为他的抵抗伤搏斗伤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 四肢就是有皮青那种绿青 然后包括他手上 手上有那个青子装的东西 全身是有新旧的一个青子 旧的话可能就是之前在于小凯的就是动手中就是形成的 新的话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这次形成的 我们也是认为就是他是有这个透视料带 然后会有一个胶带绕紧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认为就在这个过程上 他的身上可能会用那背套压着 就是让他手这样的不动 就让他不会去反抗这样子 舞者你跟晨晨两个是不是可以模拟一下 你要把手带套上去要他的命的时候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会肯定会去抓这个撕扯这个手带 还有呢 我觉得更可能是去对就是比如说你要那个嘛 我可能想去的是掐他的手 就是这样套住他嘛 压他的命的时候 嗯 肯定脚要往后踹 那你走关键再动啊 走关键往后吧 所以你这个抵抗伤这个问题就显得太轻了嘛 手上 他仅仅是手在那样的动 要命的时候是各种都要歪 你那边就先把手 不 不是因为他没办法很紧 我们只是觉得就是可能隔着的话就是会 会 坐在他身上 对 然后但是他肯定抵抗还是能抵抗的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个落水的地方呢 龟枣 在这个上没有 可能他那个时候还裹着就是他还没有散掉 抛尸的过程当中是有被套裹着的 然后再随着这个时间冲 水流把这个打的结给冲散了 然后才被套和遗体分离 就是说抛尸的时候把它装到被套里面去了 所以在在那个时间段上没有中途这个被套被 解冲散了 但是水是会把被套打湿的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地方就不是落水点 我觉得落水点就是那个落水点吧 那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那个所处的那个水的位置 归藻海岸就是比较少的 然后随着到下游的时候就是慢慢浮上去的时候 归藻才会慢慢进入 还有要么就是待的时间就是没有那么久 归藻进入的量比较少吧我觉得 我也想问你们几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是被别人缠着交代 你们这两组啊 他应该是怎么个缠法 先逃出来 先逃出来 抓住 然后再抓 绕 绕 用力量会用多大 其实我今天就是摸了一下那个颈部的这个脚带 表层其实是贴的挺紧的 但是它外面的那一拳把其实是挺松的 我觉得是一个正常你自己缠的一个松击度 如果我想要去杀一个人的话 我肯定是想把这个胶带缠的死死的 我觉得可能它还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胶带是有这个延伸性的 如果你要用力勒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延伸性的那种断层感的一种 白层感的一个东西 但我们看到是没有的 如果用力的话 这个透明胶会拉成那个轨道出来 有白的那种 对 每一个胶带身边会 而且还有勒横 但是他们也没有 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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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可 我们之前也考虑过就自杀 但是又觉得这没有任何一个很很强的一个理由 就支持我们就他要自杀 我认为有自杀动机 他在生前是被遭受过暴力的 完全是王翔自己去异想说他们之间有一段关系 甚至我认为王翔他是有一个跟踪屁的爱好的 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当时在拒绝了求婚之后 还被大家传成就是说他是渣女 他那个论文 他自己的一些付出的成果 却被别人视而不见 甚至于就是那个学长 仅仅是因为他的长相 觉得他很漂亮 然后把收尼克体组 但是他的成果 就说不给他署名 然后还有一个他的前男友 又会对他实施一些暴力 甚至是一些PUA的行为 在这些种种的重压之下 我认为他是有非常大的自杀的动机的 甚至于他死后 还有人去造他的黄谣 批他的一些裸照 我不这么认为 我反倒会觉得小悠 她是一个很漂亮很优秀 并且很坚强的女生 就算她知道自己的署名 被取消了之后 她对阿智说的是 我做的所有资料我都存了档 我相信学校会还我一个公道 而且包括她自己也在做兼职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生活的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强的 她有自己的办法得到自己的公道 她是很坚强 但是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的那个学长找她谈话 问的是什么 不要给她署名 她前面又找她 还刺了她一刀 她为什么要选择一个 Happy Birthday 靠在头上 今天是爱的生日 我现在都要在前面 你都要在前面 现在走着自己 走着自己 对走着自己 在关于他杀自杀的问题上 晨晨还是坚持自杀 李雨昕坚持他杀 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做这个辩论 可见他们两个人 都是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比较坚定 也有自己的依据 同时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下面你们关注的案情直接下来了